Hello 我是南馬CEO 周惠敏 今天要和大家示範這個 就是什麼時候大家應該都喜歡的 豬腩肉菜式 回鍋肉 第一件事 回鍋肉當然是要買豬腩肉 這個豬腩肉 我想這次疫情對大家買菜的習慣會不會有很大的改變 就是會吃多了這個急凍的肉 我喜歡買歐洲 歐洲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它是無添加激素的豬腩肉 我買了一匹兩個 喜歡買的時候可以看到它有沒有肥瘦相鑑 第二是黏皮 要做的一定是飛水 這個我就洗乾淨 然後現在冷水就放進去 事前我浸洗和吸乾水做得好的話 基本上它是不會有豬鬚味 我開火之後等它滾 另外我們會準備的 京蔥 洋蔥 蒜頭 椰菜 還有這個豆瓣醬 豆瓣醬一定要用那隻悲軟的豆瓣醬 它的特色是什麼呢 它比較偏辣 還有一樣東西它是鹹的 這裡有一碗我已經不需要再加鹽了 可以炒好現在所有桌面的東西都夠味 所以就一定要用糖去中和 另外就是那個蒜頭 切片炒 這個菜的所有東西都不用小顆的 這個切片炒了它之後 待會爆得夠香 很好吃 另外還有的就是沒有酒 小青酒 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 你真是說都不信 我的椰菜呢 我就會買日本椰菜 因為這個椰菜是生吃都可以的 我炒菜我們家的習慣就是 我們不喜歡吃得很軟的 這個京蔥不需要特地去買日本 韓國那些的 我們一般在街市買到就可以了 你買回來之後 去掉所有的外殼的衣 最重要就是下面這個位置 它很多時候在那個摺位裡有泥 所以一定要洗乾淨 而且如果它黃就不要了 基本上就是這樣斜切一塊 一份份就可以了 另外就是洋蔥 我們切半 然後大小就除你 但是我就告訴大家 如果你想它快一點 有得吃心急 我就不會切到它太大塊 這樣的話我就可以快一點 爆透爆香 我都希望炒出來的效果 大家都差不多大小 這個就像片的 一定要介紹一下這個 這個 這個就要給我家的姐姐 她有本事在一個很惡劣和很擠迫的環境之下 她都種到紅椒出來 令到我們家裡馬上有個很有生氣 但是只有幾隻 我今天就拿來在這裡和大家分享 另外就是這個就是耳京條 就是它不是很辣 但是它很香 一般你在坊間外面吃的 燈籠椒 其實我很少會用燈籠椒的東西 原因是因為我家裡的兩個老闆 是一般的 所以我反而喜歡用這個 它比較乾 如果真的都怕辣 你直接可以是不切開的 就這樣 整條放進去爆也行 或者不放也行 但是我覺得它放了一會爆的時候 那個紅色是比較漂亮的 第一 第二就是香味也有的 如果你喜歡吃辣的話 你也可以加紫天椒 或者你用一些辣椒粉 都沒問題 豬肉就已經滾起了 我們要一直滾 最主要就是煮到它裡面的血水出來 這樣就可以了 至於是否是全熟 並不重要 待會爆的時候 我們都會再把它炒 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關火 將豬肉放進去洗乾淨 然後最重要是洗的時候 它這裡這些位置 如果黏住了一些髒的東西 你就會洗乾淨它 其實你可以預早先出水 然後一塊塊放進墨實袋 然後放在冰箱裡 或者放在冰箱裡 用的時候拿出來切 如果你想切豬肉切得薄 如果你的刀工不太好 豬肉硬了雪硬了 你會比較容易切 好了 豬肉我們索乾了之後 就可以切 然後炒 然後很快就可以吃 這個豬肉一會爆的時候 如果你想它的效果好 你越吸得乾身就越好 所以我都再用擦手指 再吸它一次 它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當這些豬肉 你看它出了水 它比較實身的時候 它是比起你 就這樣生的時候切 是容易一些的 好了 現在我們就會把它切片 我呢 就喜歡切薄片 一會兒爆的時候 那些豬肉出來很棒 肥的這部分我會先留在這裡 因為一會兒下鍋的時候 我會先爆肥的那部分 好了 現在就可以開火 放少許油 不用多 好 提醒大家 這個呢 是會 deliver 會爆的 一邊炒 開始這一堆肥肉 開始看到它出油了 煎一煎它 等油出了 我們再下其他的豬肉 好 如果你買的 不是我這隻這麼肥的腩肉 你家裡用的 你可能會選一些比較厚的 你剛才我一開始下鍋的時候 爆的 你的油分就要相比別多一點 不要急 全程我現在都是用中火 你看到這裡的油是不用浪費的 因為一會兒我們再炒完所有材料 都不會再加油 嘩 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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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到差不多之後 那些豬肉 最重要是什麼呢 爆到油分出來 和豬肉已經是熟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可以把它炒出來 但記住是不用洗鑊的 其實我很喜歡做一些 我們可以拍片一撇一鏡過 但我很喜歡做一些 一鑊過的 不用洗來洗去 又快 好 如果不吃肉的朋友 其實你也可以跟我炒 一開始就去炒菜那裡 這個呢 這個呢 用那個叫做 五香豆腐乾 或者用這個素雞 都一樣很好吃 那這裡呢 我們就把已經爆香了的豬肉 盛起它 那這個呢 剩下的鍋裡 是不是都幾多油 這裡大概都有 我想 四湯匙的油 如果你們覺得多 你可以夾起它 但我在這裡就做一個 原裝邪惡版給大家看 好了 這些不用洗的 下洋蔥 那些豬油很香 炒香的洋蔥 讓它沒有新辣 這個辣椒和那個京蔥 是可以一起下的 怎樣知道洋蔥不新辣呢 它軟身就可以了 炒乾辣椒久一點 它的香味會出些 和顏色都會好一點 接著我火呢 現在可以調大一點 冰蔥 接著在中間 下蒜片 豆瓣醬 在豆瓣醬 一加多豆瓣醬 又是不得了 下菜 下糖 調味 如果大家喜歡吃 這些菜是軟身的 不像我那樣 喜歡吃脆的 你可以加少許水 蓋蓋煮軟 也可以 接著我會放些豬肉 下豬肉的同時 蘸走 蓋一蓋 蓋到什麼時候 你摸到鑊蓋 一開始熱 就可以吃了 如果這個菜 你不是馬上吃完 你會想著 我可能炒多了 放在冰箱裡 分兩天吃 我就不建議大家炒這麼軟 如果去到這裏 其實大家都可以試味 如果你覺得 剛才每一個牌子的豆瓣醬 都不一樣 我沒有加過任何醬油 任何東西 不夠的 可以加一點鹽 或者加少許醬油 對我來說 是適合小味 好了 搞定 這個菜 這個回鍋肉 炒起來 是要油光四射才有回鍋肉的感覺 真的很棒 送飯或者喝啤酒 真的不能輸 這是簡易版的回鍋肉 無論幾次吃都很好吃 大家快點跟著試 不要急著要快 真的好香 好好吃 好燿 到最後 請集到